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上网路上还盛传一个倾斜管的秘方 那在台湾其实有倾斜管疾病 慢性病的患者很多 那网路疯传的秘方 也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乱吃吃到饱的 其实我们急诊比较不太理解 这些什么养生这些知道 我们都是听病人讲 那其实有一天晚上 大概半夜两点多 就有一个77岁伯伯就来挂急诊 他就哇 在减伤那边就呲哇乱叫 就哇 就看他闷在那边 都不敢动然后冒冷汗 那我们减伤护理师帮他做完 一些基本生理真相的检查之后 就赶快推进来 其实通常我们上腹痛 第一个急诊还是先怀疑 有没有心悸更伤 立刻就做了12岛层心理念图 一看非常的健康 我们帮他测一些指数 包括血红素白血球肝肾功能 还有最重要上腹 我们怕胰脏胆红素这些都测 因为有时候胰脏炎等等 也会这样子的痛 结果通通没事 那白天我们就会诊这个肠胃科 来帮他做个胃镜 因为发现他胃有点 就是有一些破皮这样子 我就说你最近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他就说他大概喝了两三个月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在华人世界里面从香港这边传来 就是大蒜 生姜 柠檬 苹果 醋这个东西 五样东西煮在一起 然后他就请他家里面的这个煮饭阿姨煮完之后 冰在这个冰块盒里面 每天早上把三颗回温之后喝 空腹喝 那喝到大概第一个月之后 他说他在第五周第六周就觉得怪怪 那他说因为很有可能 这个煮饭阿姨去买的大蒜 生姜 这个因为他可能不像我们师傅去挑 可能会挑过说这个熟到什么程度 可能太深了 他说有点就有点觉得好像很刺痛这样子 然后喝到第三个月不行了 好就终于来挂急诊 所以各位在挑选这些生的食材上面 可能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师傅 或是营养师来帮我们做一些选择 那我请教徐医师 这个有一些民众为了养生 甚至可以神龙肠百草 乱吃某些药草 那你们在急诊室也遇过看过 吃过问题的 在医院里面我们通常毒物科 都是我们的肾脏科专家 那前线当然我们急诊 就常常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中毒 不过之前有遇过一次是一个心脏科 不过也是我们急诊发现 就是一个就是妇人 他们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 然后他的一个姐妹 因为牙龈有一些肿痛的问题 就觉得火气大 然后他去爬山 爬山的过程中间就说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像某一种药草 他就拔回来 然后就说我们来泡茶 好我们泡一泡 然后几个姐妹就喝这个茶 那这个牙龈有肿的就是火气大的 这个就多喝了几杯 然后后来他就送急诊 就恶心呕吐啊 然后血压掉啊 就冒冷汗啊 就送急诊 就急诊一做心电图 发现心率过缓 马上就叫心脏科下来 就装解率器啊等等 就送家伙病房 其实非常严重 好那后来才发现 我们一测发现 他的这个Degosin 就毛蒂黄这个数字非常非常高 它高到170奈米克啊 就是10的负轴四方克 这个是抽血可以测出来的 对对对 其实毛蒂黄这个本身 它是一个药物 它是抑制我们纳甲邦普 原本是用来治疗我们心率过快的 一种心脏衰竭的一个药物 它如果让这种心率过快的病人 心率慢下来 其实是增强心脏收缩力 但是你如果没事的时候 吃这个东西造成中毒 它是让你变成心率过缓的一个中毒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住了家伙病房 那这个要怎么移 这个可逆吗 因为很早就发现 所以装了心率节律器之后 那住家伙病房 用重症的监护 那他又把他救活 好 其实毛蒂黄我们心脏科 很常用内科药 可是因为他的治疗浓度 跟那个制毒浓度很接近 所以每个人在使用这一颗的时候 我们都要定期回来监测 他血中的浓度 过低没有效果 过高很容易就中毒 尤其是那个有些电解的 滴甲滴闹啊滴霉啊 这些高钙这些都会造成他中毒 肾功能 肾功能不好 你要调整他的剂量 所以如果用这颗药的人 他是要长期监控 他要监控他的药物浓度 然后监控的过程 也是抽血去检测他的浓度 对 因为他有效浓度 跟制毒浓度太接近了 然后代谢一改变 电解值一改变就中毒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这颗药 他治疗剂量是0.8到2.1 这么短的 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超过就有可能中毒 那这个人抽起来是170 所以这个案例 他们应该是自己拔了一些草药 然后自己煮了 他拔的那个可能是毛蒂皇 对 他以为是另外一个东西 他拔错了 所以还是要会整我们这个 余医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对 就是大家不要 大家爬山就爬山 爬山的过程 不要乱拔东西 不要随便拔人家的草 然后乱煮来吃 不然可能会有悲剧发生 很多人开刀之后都觉得 要进补补身子 但确实 只有开刀手术之后 身体需要营养素跟需要调养 但是进补也要补对 所有东西都是毒 也都不是毒 是不是毒 关键其实是在它的剂量 刚刚我们洪医师也讲 水都可以是毒 你如果喝大量的话 那我临床当中就有个病人 他是开 现在其实开痔瘡都很快 我们都用这个机械的这个缝合器 他已经不是医生一阵一阵这样缝 就是刷刷就结束了 好那所以缝的也都很好 大概不太会有什么肉针吊针这种事情 那有一次就有个58岁的男性 他这辈子也都没有开过什么大刀 那因为进食很久 然后又清肠子 然后很饿啊 开完刀就大吃大喝 什么麻油鸡啊 什么姜母鸭啦 然后他太太又帮他煮这个鲑鱼汤啊 就是味噌鲑鱼汤啊 然后又吃这个人参鸡 对他又细数他吃的东西 因为他开完这个刀一周之后 突然直接出血 伤口其实应该都好了 对我们来说应该已经没事了 然后初学来急诊 然后我们还特别找这个 大藏医生科医师下来看 然后伤口都很好 怎么会剩血 然后我们还是帮他塞纱布 后来问他 他就这几天吃太好了 其实他也没有吃什么 那些什么抑制凝血的药啊 那些通通都没有 那这样子他的伤口要怎么再处理吗 我们大概就帮他塞个纱条 让他止血 对止血 其实伤口都很好 所以真的 我们也怕验了这些血液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好所以术后的处理真的很重要